家人们平安 我先生在三月初的时候就得回马来西亚去工作 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要先飞到西马做五天的隔离 然后再回到东马 他在西马五天的隔离以后他还有餐会 所以还要再多留三天 所以他在五天隔离以后 他就跟我说 我问他说 你隔离的时候应该做很好的休息吧 因为每天都在房间里面可以睡很饱 没有人吵你 他说没有 有一个女阿飘 每天都吵我 然后弄得我都睡不着觉 我听他说女阿飘 我马上就蛮生气的 我说阿飘怎么可以吵你呢 你应该告诉我啊 我们耶稣是专门赶鬼的 然后后来他就说 最后一个晚上那个阿飘还踹他的腰 然后他一进五个晚上没睡 又被踹腰就腰痠背痛 全身那个背部都很痛 他说我就问他你还好吗 他说我现在已经换了饭店 所以腰痛好了 那因为我先生他还没有信主嘛 我就说我就跟他说 可不可以我帮你祷告呢 他就说好啊 我就简短的就为他祷告 后来跟我先生挂完电话以后 我马上找我的妹妹就一起为我先生祷告 那那个晚上因为我晚上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姐妹固定 每一个礼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我们就为我们为信主的父亲 为信主的丈夫迫切祷告 然后我们就祷告 然后那天导的经文就是神死不能看见的能看见 然后我们就宣告说神啊照眼睛照能看的眼能听的耳是你 然后你要让我们的丈夫眼睛能看耳朵能听 那因为以前常常有时候为我先生祷告他 祷告蒙应允受祝福了以后 他就会说 是他拜拜的神明做的事 所以这一次我们祷告就跟神说 神啊你一定要 你不可以将你的荣耀归给假神这样 然后隔天我先生就传了讯息给我 他就说谢谢老婆为我祷告 昨天林先生两堂有来找我 穿白西装白皮鞋年轻男子还跟我握手 看了这个以后我就想 从过去的经验我就想说 他不会又要来挖苦我了吧 是不是我帮他祷告以后 女阿飘走了晚上又换一个男阿飘来吵他 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去哪里遇见林先生 然后他说梦啊做梦啊 我昨天晚上睡觉 然后就就有一个男子 他自称他说他自我介绍姓林叫林良堂 然后我先生还看到他穿白西装白皮鞋 然后他就问我先生说你身体还痛吗 我先生说痛啊 他说那我跟你握握手 他就跟我先生握手 我说后来呢他说后来我醒来以后 那些痛就都不见了 然后我们神真的是 就是垂听祷告 他没有把他的荣耀归给假神 那在这里我想要跟跟家人们分享 就是RPG非常好 因为越多越好 而且RPG非常重要 为什么越多越好 因为在每一个RPG里面神听艺人祈祷 艺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那当我们耶稣基督是让我们成为艺人的 然后每一次在不同的RPG里面 尤其在小组里面我们就会分享 分享祷告蒙应允 分享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 分享以后 分享完以后见证就能复制见证 而且我们每天也就也就会带着一个期盼的心 期待说 我的生活当中我要遇见神怎么样恩待我 让我能来分享神的荣耀 还有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就是 我觉得那个每一个祷告都是一个防护网 就是不管我们在为我们的家人 我们所爱的家人 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所有担心的事 每一个祷告 因为不同的人 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启示 所以不同的人就会 祷告的面向不一样 那我就觉得那个防护网 超就是超坚固的 我很喜欢 就是我有很多很多的RPG 我的爸爸 我的姐妹 然后教会的姐妹小组 我每一个我都很看重 而且在每一个祷告当中 我都会觉得 我满心欢喜的要领受神给我的祝福 因为神会透过不同的 不同人的口来祝福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耶稣 祂的口是向我们吹入生命的气息 那我们有神的荣耀 我们的口也可以为其他人来吹入生命的气息 所以鼓励大家继续的在神面前带着一个期盼的心 让神的荣耀和荣美在我们的身上 被我们周围的人看见 而且让看见的人 他们要羡慕也要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们的神 好你一个礼拜几个RPG 一个礼拜几个 我没有算 没有那么多啦 可能十几个 十几个RPG 比我还多 哇那这样祷告 这大有果效 因为我很希望神保护我的儿女 我的丈夫 我的家人们 我的小孩在国外 疫情很严重 然后曾经我的小孩去纽约玩 美国那时候那个Omicron很严重 他们去纽约我也只能交给神 然后到纽约的时候 我的女儿还跟他的朋友一天的接触 然后他的朋友隔天确诊了 可是我的女儿都没怎么样 我就只能归荣耀给神